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传统早餐店会有 比较感觉 比较化工的那种绿豆沙牛奶 那个我很爱喝 比较化工一点的 古早味 今天有一个东西要送给克里夫 今天要送给你一个好日子的起头 哦 这个是豆浆吗 今天这是专属于你的好日子 这是绿豆沙 对 谢谢你 这真的是早餐店的绿豆沙牛奶 但是这里面有绿豆耶 嗯嗯嗯 它不是化工的 对是厉害的 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它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生活阶段 一定都还有很多你不得已去面对的事情 远方的路 有些迷离 灰色的天 小心翼翼 寻着脚印 缓跨你前进 倾听事物所 请听你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继瑞 今天的来宾呢 我一听到他的歌曲 就觉得哇 充满着叙事性啊 而且他的心非常的温暖 我们现在欢迎今天的来宾克里夫 嗨 大家好 我是克里夫 是 先恭喜你发行了 首张专辑啊 谢谢 哈哈 首张专辑怎么念呢 首张专辑是 呃 其实是台语 嗯 然后中文是好日子 然后台语是喝酒 所以好日子的取名由来是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说 一日之际在雨晨 你觉得这个好日子的开端是什么呢 呃 其实原本我在开始要发想 专辑的那个名字的时候 我其实是在专辑开始制作的时候 然后慢慢去想说 专辑的那个主题 要怎么样用一个字词来把它收敛 那那时候其实 呃 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会有盲点 所以我就是找了几个 我觉得 平常我很喜欢他们文字的朋友 然后一起来想 然后当然就是我把我十二首歌 因为专辑我想要做十二首歌 我就把十二首歌给他们听 然后大家一起来 起司广益这样 嗯 那因为都跟生活有关 然后都 然后里面可能也有好有坏 然后又是有人啊 然后有 有山啊 有什么的故事 嗯 那后来他们就觉得就是 很像就是一个日子 就私日历啊 然后等等的 日常一样 对 然后必须得说就是一开始 也不是这一个好日子的就是这样子 上面有一个种子啊 对 但是种子是每一张专辑都不同的 呃 有些会一样 但是因为十二首歌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找了十二种种子 就是跟对应十二首歌的含义这样 哦 所以但是随机的 所以其实 严格说起来 你有可能跟你朋友拿到一样的种子 也有可能不同 哦 然后有大有小 然后不同颜色 然后又有可能是花草类的 嗯 所以就是 真的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也是像是一个抽奖 只是大家看得到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拿到的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相思树 哦 相思树里面 其实它对应的歌是 嗯 一首台语歌叫做 我的所爱 我的所爱 是是是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嗯 它就在讲就是这一个 呃 微微的思乡 然后跟 故乡很黏着的那一个情感 嗯嗯嗯 讲到了故乡 讲到了这个黏着感 其实我觉得回归到好日子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啊 怎么样才叫做好好生活 怎么样才叫做 把一天过好了 嗯 对你而言 你觉得 好好生活的定义 好日子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 我觉得 其实每天生活的时候在 生活的那个当下 我觉得比较 讲实话 比较真的难去思考说 好好生活这件事情 尤其是 有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生活 都算蛮忙碌的 对对对 然后蛮 蛮多资讯的冲击 很快速 对很快速 然后资讯又很爆炸 嗯 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 这样的状态也会 让我们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高明型的人 就很容易变得很 很受到各种的 波动的影响 嗯嗯嗯嗯 但是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高明感的人吗 我昨天才测试 然后发现是 哈哈哈哈 原来 但是还算是一个可控 我算是 过了那个高明的 的门槛 但是好像还没有到特高的那种状态 啊是 然后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好好生活真的是只能把 我现在这个当下 呃 想要完成的事情 或是正在做的事情 尽量的做好 然后 呃 去跟自己 感觉一下自己的状态 如果那天状况真的是太累 嗯 太不行 那因为反正我现在只有工作者 那我就休息 啊 我觉得就是 我的好好生活是 需要好好的 知道自己的状态 跟评估自己 现在这个当下的 能力在哪里 然后去做适当的调整 嗯嗯嗯 那这样也许一天过后 我再来回顾 然后可以去判断说 我今天是不是一个 好好生活 好的日子 对对对 但是 嗯 这个状态之后 我又会觉得 在这个回顾的状态之下 也许你觉得那天过得 很糟 嗯 但是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回来看 可能都会是好日子 是我这张专辑里面 想要讲的 因为里面有跟死亡啊 跟什么样的事情有关 嗯 可是也许回过头来看 没有经历过这些 我们就不会成为 现在我们的样子 嗯 没错 其实刚刚你说的一些内容啊 它比较像是 心灵层面上的一个满足 对 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回顾 今天的一天 在我们的可能心灵上 有没有称作为好日子 嗯 但物质上我是也会有很多的那个啦 想法 比如说今天我喝到一杯很好喝的锅煮奶茶 我就会觉得今天是好日子 因为我常爱喝奶茶 原来 那听说你跟爸爸有一个配方 以前那个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传统早餐店会有 比较感觉 比较化工的那种绿豆沙牛奶啊 那个我很爱喝 比较化工一点的 现在可能 现在大家的标准是比较化工 因为毕竟一杯15块20块 嗯嗯嗯嗯 有绿豆沙牛奶 应该不是 可能不是真的绿豆沙吧 没有真的绿豆在里面 没有真的绿豆在里面 是是是 但就喝起来刷刷这样 但就是又很浓稠 然后味道不错甜甜的 是是是是 所以那算是你小时候自己满足自己的一个 小table 古早味 嗯嗯嗯嗯嗯 其实来到节目的来宾啊 不只要带自己的作品来 我的节目上 也要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啦 嗯 对所以今天有一个东西要送给克里福 好 什么印象 让你自己来拆开 好 今天要送给你一个好日子的起头啦 好 可以先拆吗 先拆可以拆可以拆 好 我帮你拿麦克风 好 哦 哈哈哈 这个是 诶 是什么呢 这个是豆浆吗 你可以喝下去看看 哈哈哈 或者一杯豆浆吗 还是真的是绿豆沙牛奶 你喝喝看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时间就是专属于你的好日子 这是绿豆沙 对 谢谢你 而且这真的是早餐店的绿豆沙牛奶 但是这里面有绿豆耶 嗯嗯嗯 它不是化工的 是厉害的 我买不到没有绿豆的绿豆沙牛奶 没有啦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重视健康了 所以就是 嗯嗯嗯嗯嗯 谢谢你 是今天这个你可以边喝边做这个访炭 没关系 我先放着 今天也要创造出一个好日子送给你 谢谢你 希望在这张专辑的陪伴当中 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好日子 绿豆沙已经是好日子了 嗯嗯嗯 是 那回归到你这张专辑上面 有一首非常喜欢你的歌 但它也是一个台语的名称 对 是 让你来分享这首歌 好啊 其实是 我专辑里面有两首歌在写 同一个地方 嗯嗯 应该说有蛮多歌在写花莲 但是有两首歌 一个是 一个是 这个 种子对应的那首歌 他其实在写 就是这个地方 嗯 然后Gawabue就是 中文是Go Zaiwe 嗯 因为它其实是 如果你有去逛东大门夜市 嗯 有 我有逛过 它就是在前面那条路 它 现在是可能上面有停车啊 或是行人徒步区 嗯 但它其实底下有一条 小小的溪流 哦 那条溪流叫做 红毛溪 是 红色的红 哇我完全没有发现了 我直接直直的走进去了 没有的 因为看不到 因为那个 它上面已经用水泥加盖把它填起来 哦原来 然后 那因为以前那条小小的 算是 比水沟大的 小的溪 嗯 所以老一辈的花脸人 就会说那边是一个 Gawabue 哦 Gawabue的尾巴嘛 它快要出海了 所以叫Gawabue 啊 所以变成一个地名的由来 对 然后 但其实你在地图上面 并不会真的找到Gawabue 那个地名 它可能是几个街区 南京上海 中正中华等等 的福建节 这样合起来 是是是 然后呢 这是那边的人 带我去 认识了Gawabue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其实以前有很 深刻的历史 故事的脉络 应该是笨说历史 就是故事脉络 因为以前那边是 就是算是有点像台北的话 就是Banga 哦 大道成就是那种 是 龙蛇杂虫 然后但是 又有 又有红灯区啊 嗯 那有派系斗争啊 又有斗欧 但是就是非常 深厚的文化的底蕴在里头 嗯嗯嗯嗯 然后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哦 然后过了就是这 好几十年之后 那个地方没落了 但是 老一辈的人还在 嗯 那年轻人进来之后 那大家又开始去想说 想要把这些故事 分享给更多人知道 那我是认识搞案部的里长之后 他开始跟我分享 他从以前的故事 然后我看着那边 从以前的状态 嗯 到现在的状态 然后就后来就 有点内化 然后就 内化之后才写出这两首歌 嗯嗯嗯 但这首歌在创作前 你先记录了 当地大家看到的一个风景 对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 搞我坚这首歌要写的时候 它 它是第二首 第一首是过来搜来 就是刚刚里长 在跟我讲故事的时候 所以那首歌的角度 对我来说 有一点点像是 我去想象自己是里长那一辈 嗯 他从年轻到老 然后看着这个地方的状态 哦 写出来的歌 嗯 然后第二首 搞我记 就是那时候 他们的 在地的年轻的店家 又有找我去做了一个 小的计划是想要请我采集 嗯嗯嗯 采集声音 因为那个地方 准备那时候就是已经在大兴图木 就是工程的状态 哦 他们就觉得说 趁 趁最后一刻 嗯 把那些地方 曾经有的声音 因为拆掉就没了 对 把那些曾经有的声音留下来 所以我就开始 你都住在一个 鲁肉饭店的二楼 然后每天就会骑脚踏车 去采集声音 然后写完 嗯 采集完之后才写了这首歌 那那时候 对 然后那个鲁肉饭店的老板 也是一个 酷弟弟这样 哈哈哈哈 他年轻所以说他酷弟弟 他 他就是喜欢玩 玩街头的艺术 哦 然后喜欢即可拍 嗯嗯嗯 有 有溜滑板啊等等的 也玩了一个计划 是他发给很多人 一人一台那种 一百块的即可拍 嗯嗯嗯 然后用 他是随机发吗 一直来吃鲁肉饭 就可以获得一台 有些是随机 有些是朋友 嗯 然后就请大家拍下他们 眼中 喜欢的花莲的角度 嗯 可能不一定 也许不一定是喜欢哦 嗯嗯 随便拍有可能 但每个人看到的 风景跟角度 一定会不一样 对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 找回了这些人 嗯 然后一个一个问 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有拍一台 然后最后我把 所有人这种很 有很复杂的情绪的 有对花莲很多热爱的 有就觉得哦 就是过渴了 嗯嗯嗯嗯 就把大家这些东西整理成就是高阿基这首歌 是 其实刚刚一开始我先问过你说 诶那你在这些来宾当中 你有没有最印象深刻的 对 就是有一个妹妹她叫芝蓉 是 就没想到芝蓉是我倾听书所前十集的一位来宾啊 对因为那时候 她就说她有办过一个摄影展 嗯 呃就是那个得以生活就是啊你做什么得以生活这样 嗯嗯嗯嗯 然后但是她的核心就是 不管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她觉得每个人 在不同的生活阶段 一定都还有很多 你不得已去面对的事情 啊一定 对但是你克服了这些不得已之后 你才能得以生活这样 哦 听起来很哲学又很饶口 但是非常的有逻辑有道理 对那我就想说天哪 一个二十出头的妹妹 嗯 对我分享的这个 嗯嗯嗯嗯 好像活了一辈子才 哈哈 音量出的花 然后我就印象超级深刻 是 所以 所以那时候就是 嗯 就是 对于她的那个即可拍 然后 我是先听到她的分享之后 我才开始去进行我自己那一卷即可拍 哦 所以在于即可拍 我自己即可拍里头的 照片 我想 我自己有很喜欢我自己拍到一张是 因为那时候去采集市场的声音 嗯 然后市场的声音是很酷 就是我必须要通宵的 因为 其实 午夜过后 市场就开始动了 哦 通常大概半夜一两点 肉饭会先进场 是 嗯 因为尤其是很大块的肉 它要解冻 需要时间 哦 所以肉饭就会先进场 然后他们进场之后 稍微 比较解冻 大概三四点就会开始听到 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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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需要先 就是需要逼迫自己没办法睡觉 然后到五六点的时候就是 呃 没有到六点 大概五点前四五点的时候 菜饭开始进场 哇 哇 所以就是整个半夜 其实市场里面是非常热闹的 嗯 一直到清晨五点过后 六点 婆婆妈进来 那又是另外一个光景 是是是 那我就是看到 里面有一张 我就有拍到另外 里面有一张 就是有一个很清秀的妹妹 然后她在肉饭前面就是卖东西 然后她其实对我来说 她是很发光的 嗯 但是她也感觉到很疲惫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 得以生活的 一个状态 的状态 嗯嗯嗯 所以你在花莲那时候待了多久呢 其实通常都一次不长 就是可能一次最多就是两三周 嗯嗯嗯 可是那几年因为 花莲有蛮多的计划跟朋友在那边 嗯 然后包括像是市区 然后还有像是Tipping 嗯 然后还有像我去寿峰的 呃国小住校 嗯 所以就是变成说比较 比较频繁的去啦 嗯嗯 可能每一次可以待个几天 一周两周三周这样 是 那几年大概是 1819年的时候 就真的蛮频繁的 就是台北跟花莲往返 啊 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 在花莲最喜欢哪一个地方呢 我那时候应该是很喜欢 刚刚有说那个十梯屏 嗯嗯 我觉得十梯屏对我来说 因为花莲是 我觉得花莲很赞的地方是 它不像台北这么大都市 哦对 那也可能不不至于像就是台东或者是山上的部落 这么的呃 可能生活机能上面比较相对都市没有那么便利 但是花莲市区它兼具了便利性跟自然性 啊对 对 然后再往南一点点 就是快要到台东前 就是十梯屏那一带 我觉得就是 是很美的地方 因为它同时可以看山跟看海 然后十梯屏那边有座山 嗯 就是我讲的是山 可是其实就是爬上去大概就是五分钟 哦这么快 对就是 其实它就是只是一个 它叫单面山 它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大的石块 哦 但是远远看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斜面的山 一个山 然后你是可以直接爬上去的 嗯嗯嗯 走上去 直接走上去 欸很方便耶 对然后走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在那边看就是日出啊 哇 或者是等等的就海景等等 完全不会有遮蔽 是 然后我在单面上山上面就是 它其实就是你也是 呃没有什么需要说 呃 进去还有申请啊什么地方 就是十梯屏算是一个 游戏区 但是你就是你可以直接就走进去 嗯 然后我在那边看过日出 然后还有看过就是 肉眼就是一台 抬头看就是肉眼可视的银河 哇 就很惊人 然后是 看到银河之后就是 就是坐在那边就是 发呆或什么 然后就一直看到流星雨 好漂亮的感觉 不是流星雨的季节 你也随意就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心情实在太多了 多到就是 就是很惊人的状态 光听你形容就很想去这个地方 对啊 然后非常非常非常舒服 当然我觉得冬天可能会很冷 因为相对来说它的遮蔽就少 嗯 嗯 没错没错 所以刚刚讲到的两首歌都跟花铃有关啊 嗯 是 它其实算是有点像串联在一起的 对 是 其实我觉得克里夫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温暖啊 那先回归到你自己身上 嗯 是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创作呢 其实如果真的要说是创作的话 我真的觉得有点难去说什么 因为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个乱哼乱唱了 哦 但是我真的说是有 嗯 小时候我有学乐器 哦有 就是大概国小的时候 我有碰一点点钢琴 嗯嗯嗯 但是就一下下而已 然后我高中是裹乐社 嗯 那时候就是失恋打击 哦 打鼓 一直到就是大学研究所的时候跟好朋友想要组乐团 嗯 然后他就说觉得 听到我唱歌觉得不错 然后想说 可以一起玩音乐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还是去翻唱 可能五月天啊这样整月啊 啊 做一些cover 都还是做cover 然后一直到 又就是大家在一起玩了一两年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 来写 其实就自己的歌啦 嗯嗯 就大概会有一个就是企图 企图心 有会有个目标在 对对对想要写自己的歌 如果认真说起来应该是那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 嗯 大概二十二二十 十岁出头 然后觉得说想要有自己的作品 嗯 然后那时候还有一起玩音乐的朋友 然后我们就大概挤了几首歌这样 嗯嗯嗯 但现在看 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阶段看 往后看 往前看 应该就还是会觉得很深色啦 但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 临到有变成一首歌 然后大家一起把它变成一个音乐的一个过程 嗯嗯嗯嗯 是 然后觉得很 很有成就感的 啊啊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创作的启蒙在了 对然后只是后来我毕业之后 后来其实大家毕业之后就也没有玩乐团 然后 然后我因为那时候 大家想要有好的作品 然后我还想说 诶我 不太会乐器 那我是不是要去学个吉他 哦 我本来就很喜欢 民谣吉他的声音 嗯 所以我就 找了一个老师 学了 呃七八个月不到一年 然后 但是有把 我觉得基本的 就吉他刷一刷啊 波弦啊 一些该基本的技巧 先 碰了一下 嗯 可是后来就真的就毕业了 然后 我就去了科技学上班 嗯嗯嗯 然后这一上班就是上班了七年 哇哦 比学吉他的时间还长了 对 然后所以 那点可惜 我那时候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有时候放假还是想说要 拿起来就真的只是摸一摸 嗯嗯嗯嗯 真的只是摸一摸这样 后面都变成自学了 对 是 但其实这样专辑有一首 我也非常喜欢的歌 嗯 然后我就发现 前面这一段听起来就是 手机录的一个声音 啊 那个 妹妹的声音 嗯嗯嗯嗯 你这首歌叫做 吹过岛屿的风带着我回家 对 他的脉络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是完全可以延续 刚刚我说的就是 到处跑的这件事情 嗯 因为那时候 我就觉得我的那个 毕业之后 工程师七年 然后 好像我就是一直在一个 呃 工作然后念书的状态 然后 也都没有什么出去走走过 嗯 然后旅行我大概就是 台北新竹 就这样 就工作的场域 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要说 我真的需要去累积一些 呃 所见所闻啦 嗯嗯嗯 就是大家会说 就是啊旅行什么 但我那时候真的只是觉得说 我需要 呃出去走走 出去生活 嗯 那时候基本上 看到一些 呃 外县市的 的 活动或是机会的时候 我就会去报名看看 嗯 那时候看到东华大学 他有一个想要 呃 偏乡的教育计划 哦 要进入偏乡的学校 然后时间也不长 嗯 就是你可以自己写 你可以 跟小朋友玩什么事情 可以待多久 可以待多久 嗯 他只是唯一的 限制就是说 不要低于两周 哦 那其实很很 蛮轻松的 嗯 但他他也没有费用 嗯 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个 整理一个老师宿舍 让你住 就这样子 嗯嗯 就是试坎 然后我就去 所以那时候 就到了寿峰的那个 峰里国小 哦 大概三周左右 然后 那一个手机的声音 是我到校的 第一天 然后发现学校 因为是 小朋友不多 就是二十几个 一个年级 就刚好一班而已 哦 然后是 那时候好像是一个 二年级的妹妹 对 她很喜欢唱歌 然后有一天早上 平常也都 我就住在学校里面嘛 嗯 所以平常也是在学校晃晃 然后就这样 刚好遇到她 嗯 因为 其实基本上他们都 就是都 你都看得到学校的小朋友 因为就是这么多而已 嗯 然后她就拉着我的手 然后跟我唱那首歌 嗯嗯嗯 然后就想 这个歌我也听不懂她在唱什么 我就觉得很妙 她就说 啊因为 是那个 不是中文 那是那个 妈妈姐姐叫她唱的 嗯 然后是印尼文 哦 所以后来才 觉得好听 然后去找 这个 印尼文的童谣的 呃 意思 嗯 然后就 因为这样子呢 又认识了印尼的朋友 然后才慢慢 把这一个 吹过道的风 带走回家的故事 轮廓勾勒出来 所以这个印尼的童谣 它是一个 怎么样的歌呢 它是说彩虹 那个彩虹就是 呃 每个颜色都好漂亮 然后都很特别 就是说 就是没有谁比谁 嗯 美或是特别 嗯嗯嗯 那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个 更深的 的 的含义在 嗯 然后我自己觉得 是蛮美的歌 嗯 但我在这首歌当中 也听到蛮多的环境音啊 嗯 环境音的话 其实 我自己觉得就是 我在 一开始自己在做 demo的时候 嗯 有想说 因为美眉的声音也是环境音 那我就 想说 本来就想说 要把环境音放在里头 但是 某一天 录demo的时候 录工作带的时候 在家 刚好我家旁边在施工 嗯 然后 就施工就很吵 对 一定会录进去 就录进去 然后就是那个 工地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 那钻地啊的 什么的声音这样 是 然后又又会有那种 大卡车经过啊 等等 然后原本觉得有点困扰 但是后来我回放的时候 发现 就在里面 其实很像 就那种 哐哐哐哐哐哐哐 很像铁轨的声音 哦 我自己觉得很酷 就是那个声音经过录制之后 嗯 再播出 它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跟你实际耳朵听到 好像是两回事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蛮酷的 所以后来就把它 偷偷地就是藏在后头 嗯 然后 后来其实 我自己又觉得 嗯 对我来说是一个 嗯 刻板印象的 隐喻在里头 比如说 嗯 因为其实移工这件事情 就是印尼 嗯 这样移工的事情 他们其实所谓 要去做的工作就比 比较多是属于四大 啊 我想产业 是 可能工地 对 看护 嗯 然后就是作业员 然后渔工这样等等的 对对对 但是呢 我有时候就在想说 在写这首歌写完之后 突然在想说 这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刻板印象 哦 是 因为他们搞不好 英文都比我们好 嗯 然后他们可能在那边也是念 就是很好的高等教育 只是呢 就是因为薪水相对来说 没有他们那么高 所以他们过来帮忙 嗯嗯嗯 等等 那我们可能就是以前 都会有一个台 台湾人的优越吗 等等的 以前啊 现在比较好 但其实这很多都出自于 我们的刻板印象 嗯嗯嗯 所以 毕竟是工地的声音 我录到 那我就想说 那我要偷偷藏在里面 放在里面 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 小小的彩蛋在里头 嗯嗯 其实我觉得在你的歌曲当中啊 不仅是我们可以听到这个故事的一个叙事性 嗯 还可以听到这些声音 嗯 它是真实的存在的感觉 对 因为真的就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录到的 很能带出画面感耶 嗯 其实 嗯 那其实我觉得说到这里 因为刚刚你说到自己曾经做过科技业 嗯 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是感性还是理性的人呢 你在创作上很感性 但是在你的工作上也有理性的部分 对 我觉得我小时候到大可能就是被一个很理性的教育 呃 算是灌输者这样 嗯嗯 想法什么什么全部都是 然后很有逻辑 然后很有理性 嗯 那 开始创作之后 其实我觉得 但我觉得我应该 在本职上面是个偏向感性的人 哦 但就是 人生的前三十几年都是 理性的这个状态下面 给我的 嗯 我觉得 现在想想我觉得也不是坏处 嗯 就是比如说我在处理 行政啊 工作啊 或者是一些 公事上面 公事上面 或者是需要一些跟 窗口 活动窗口 对接啊等等的时候 就是我 这样的状态可以 让我比较容易的去 算是 打理这些事情 嗯嗯嗯嗯 然后但是 有的时候我就会 需要提醒自己 就拉回来 就是 就是创作上面的时候 就要把那些东西全部放掉 是是 然后处于一个 比较感性的状态 那我觉得其实人 应该都会有理性 跟感性的一面 嗯 只是比例的问题 那我就是 每个人我觉得 这件事我觉得 没有绝对或是对错 就是 每个人找到自己 适合的比例 我觉得就OK的 嗯 现在我觉得 应该算是一个 呃 理性感性兼具 但我也会希望说 欸就是那那 五五四五好了 就那个感性五五好了 是是是 理性四五 或是感性六十 理性四十这样 看能不能抓到一个 好的平衡 嗯嗯嗯 但其实我觉得 在你的作品当中 有一首歌我也觉得很感性 就是专情的最后一首歌 嗯 就是写给爸爸的歌 嗯嗯嗯嗯 那你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对这首歌叫 就是 丁金在台语就是说 一个人做的事就是非常非常的负责任 然后很 嗯 很不可懈怠 就是要尽全力把它做好这样 听说这是大家对爸爸的印象 对 其实我爸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的人 但是他同时其实也蛮照顾身边的所有的人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嗯嗯 所以丁金也郎有点像是就是 嗯 因为爸爸是海口人 就是他住在嘉义东市 然后搬上来台北之后 嗯 开始就是创业啊 然后做工啊 等等的 然后就到 到养活我们一家人啦 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啊 一个离乡背景的人 嗯 然后到台北 所以我里面有写说 去想像就是很多 就是我爸爸会不会想念那些 大海的样子啊 哦 然后还有 然后也有记录就是我小时候 像刚刚绿豆沙 嗯 就是我小时候可能 呃 有的时候寒暑假 就是尤其是暑假 暑假大家会是想去游泳 啊对 然后暑假也比较早天亮 嗯 所以就是可能五点五点半 嗯 就先去乘泳 跟我爸去乘泳 哇哦 好健康的星辰 对非常健康 是 然后然后大概到七八七点多 然后吃个早餐 然后再开始一整天 嗯嗯嗯 大概是这个 专辑的最后首歌我也非常的喜欢 嗯 所以整个张专辑 其实我觉得它在里面是这首故事 大家已经整合出了 每一天不同的样貌了 对就是必须得说 它是我第一张专辑 所以我那时候的 呃想法是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 啊那么多歌 然后 就要花很多钱 嗯 然后而且又是说 假设如果需要抱一些什么 讲下啊等等 其实六首歌就可以算是一张专辑 嗯 但对我来说六首歌 讲不完 就是故事 然后我想说第一张专辑的 我自己的状态是 我先不论 嗯 听的人多不多 嗯 或者是说它到哪边 但是 我就会把它当作说 好就是 这张专辑算是一个 嗯 毫不保留到 大家认识我的一个状态 就是 听完这十二首歌的时候 大概就会知道 我是什么样子的人 对 就是这样 然后就是 如果明天就挂掉 其实就这十二首歌 其实也OK了 是是是 就是它就可以说完我的一声 这样 啊原来 嗯 在节目的最后 克里夫有没有想要来说一下 如果未来五年当中 嗯 你给自己的三大挑战会是什么呢 毕竟都还是音乐啦 嗯 我觉得一个是我蛮想要做一个真的是完完整整的就是演出 哦 其实专辑做完之后 嗯 我第一个是想说要办一个legacy的专场 啊 是 然后就是要挑战直接挑战就是千人的场地 嗯 然后 也找了一些 呃巡演顾问聊聊 但后来发现其实 大家的建议还是说 好 觉得民谣的状态 一个人的 一直都是一个人的状态 嗯 直接挑战千人其实是有点风险的 啊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就把它当做一个目标好了 嗯 看看在 就是未来五年内有没有机会 就是 就是把这样子的群众的量能 是 提高到那个程度 期待 对 就是我觉得我也不会就是 就是乱喊说啊小巨蛋那样等等 我觉得就是先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 就是就是一个 我觉得有机会触及到的场域 嗯 但是是千人的 那我可能 一项演出可能顶多就是白人啊等等 那跳十倍其实确实是有点挑战 嗯 那第二个目标呢 第二个目标的话我觉得 嗯 有想说要再做下一张 哦 下一张专辑 对因为其实 呃 不一定是专辑啊 我觉得因为我的歌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写 嗯 那我现在可能创作也 包含这一张的十二首 大概也累积了七八十首 然后我觉得其实呃 呃 这些作品如果不发行也蛮可惜的 嗯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呃 等到因为做完第一张专辑之后 我大概就是对我来说有一个呃 身筋疲力尽的状态 对 还在回血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嗯 因为你亲力亲尾啊 对还在回血 嗯 所以我觉得就觉得欸 就准备好了 五年应该可以吧 就是五年内再发新的作品 是 那第三个目标呢 第三个作品 第三个目标其实我觉得 我就是不会演就是蛮希望呃 呃 作品能够得到某一些奖项的认可 啊 是 呃 然后也希望说 这些作品可以 就是可以呃 算带着这些作品去更多地方 嗯嗯嗯 那我觉得可能就会需要更多的credit 就是被认可 会让我 我有机会可以去触及到 也许不止台湾 嗯 其他更多的国家 然后等等的目标的 嗯是 期待你带着好日子去到更远的地方 好 那最后呢 其实在十月二十九号 你在桃园有你的演出 呃 对 那时候刚好就是 呃 桃园有个layer 嗯 就是life house 那是 就是从我刚开始演出的时候 就真的是有过去那边 然后老板也孙权 他叫孙权 就也很帮忙我 今年的甜莓棍音乐节 嗯 就是layer那边就是有找我 嗯 还有有个很棒的乐团叫特修司 对我们在十月二十九号的下午四点 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演出 对 我们会一起办一个就是属于 呃 甜莓棍音乐节下面的一个售票的专场 嗯 然后就是 反正我们一定会卯足全力这样 欢迎大家来看 自期待 非常谢谢克里夫今天来到倾听事务所 谢谢 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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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也要公佑時代